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与中华文物艺术拍卖协会共同企划制作 欢迎收听拍卖场的人生故事 我是主持人拍卖官游文梅 这是全台湾第一个以拍卖官亲身经历的故事贯穿节目的内容 落垂的那一刻 成交的不仅是拍品 也是他们的故事 3月5号2024年3月5号 我刚好呢在台南市美术馆办了一个活动 台南市美术馆呢跟台北故宫有一个合作 在南美馆二馆呢有一个展出叫 千载南逢故宫国宝驻台南 这个活动刚好就是已经快要闭展了 到3月10号就闭展了 所以刚好呢赶上最后的机会呢我们就去欣赏一下 其实呢挺有趣的 就是说这些故宫的文物啊在故宫里面欣赏 跟他走出故宫到现代场域的空间展览 其实感受真的完全不同啊那里面呢当然有两件作品挺有代表性的 一个呢就是明朝城化的鸡刚碑啊那另外一个呢是汝瑶青池水仙盆 看了这两件国宝文物之后呢哎我就觉得啊我们应该呢继续的来请我们 曾树良曾教授啊跟我们聊一聊啊陶瓷这个大课题啊我们再次请曾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曾树良 好曾树良老师呢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的教授啊也是英国莱斯特大学的博物馆学的博士啊 曾教授呢他有一个研究的领域之一啊我知道他是全能的全方位的艺术家啊 琴棋书画什么音乐啊全能啊但是呢他还有特别的一个研究领域就是中国古陶瓷的艺术史 一开始呢我一定要先来了解一下老师在您的硕士论文啊 你的研究当中啊为什么会特别去选择古陶瓷的研究啊 其实这个说来好玩 我当时在念硕士的时候我的指导老师呢他是一个陶瓷专家 结果后来我找指导教授说他跟我讲我本来想写书画因为我本身是世纳美术系毕业的 我是以前搞创作的那我一直搞下去我也希望说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也是书画方面的 但是我老是跟我讲说没关系嘛你这个反正我这里资料刚好收集了一些资料 你就可以就这个资料先写一个说这种以后你再研究书画 我想想也好反正我也想说我也想要多学一点嘛 不一定要多一天到晚都是搞书画嘛 好我就从陶瓷开始写所以我就写了明代官瑶的研究 结果想不到写完以后啊觉得里面啊别有洞天 哇就是一路钻下去啊钻到现在还是没办法完全理解 他可以一辈子研究也研究不完的东西 太广大了太好玩了所以我一直研究到现在 原来是你的指导教授啊他引领你啊进入了陶瓷研究的领域啊 那这个陶瓷啊其实他原来就是用泥土嘛 以泥为体啊然后以火为炼的器物啊 从新石器时代啊历经了数千年啊 其实这些技术性的革新啊 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历史的阶段啊 也因为技术的创新带动了不同陶瓷的一些发展 而且我所了解的为什么有一些文物 他特别受到重视或者是说他在拍卖场上 哎这个文物价钱为什么会特别高 就是因为可能这个文物在那个时代是一种创新啊 那老师要不要聊一聊像陶瓷的创新可以引领我们啊 从哪几个面向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课题呢 其实您讲的非常好非常好 陶瓷这个东西啊它基本上跟书画不一样 书画是一个纯艺术对陶瓷艺术 它是一个实用艺术 也就是它是可以用的东西 所以您讲的很好革命 对陶瓷基本上是一个物质革命 就在新瓷器时代的时候出现了陶瓷 那中国人在陶瓷上面的制作跟其他地区 比如中东啊中亚西亚的陶瓷来讲 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真正中国人把陶瓷文化拉开 是在东汉的瓷器开始生产出来以后 因为瓷器那时候全世界来讲只有中国人会做 所以中国人从东汉以后的瓷器文化 一路走到18世纪 那欧洲人在18世纪末期以后才会做瓷器 所以中间有一千多年是中国人的独霸天下 独霸天下 所以为什么中国叫China China就是瓷器 那欧洲人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崇拜 除了以前更早的茶叶丝绸之外 其实就是瓷器 那瓷器它一路崇拜到了清代的18世纪 那丝绸茶叶的秘密 其实在汉以后逐渐的就被西方人破解了 所以中国人的瓷器 为什么在三十几年前的艺术市场上 陶瓷比较贵 您也知道 对不对 以前欧美人日本人在买中国陶瓷 所以中国陶瓷器的价格是很高的 高过于书画的价格 那现在是因为我们华人在买了 包括台湾人 包括中国大陆的参加 所以我们现在的绘画已经开始提升到 跟陶瓷不相上下 但是陶瓷还是很贵 那为什么 因为外国人在买 那为什么外国人买 因为他崇拜你的瓷器文化 因为他不会做 他被你蒙了一千五百年以上 对不对 好 像陶瓷啊 其实有读历史课本啊 什么的 就记得说 新石器时代有彩陶文化 然后呢 一直到夏商周 还是要在用陶器 在汉代 陶瓷发展就越来越迅速了 那一直到宋代 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看汝瑶的水仙盆 汝瑶呢 应该是在宋代的瓷器 非常具有代表性嘛 那这些物质跟精神文明的合体啊 他们的 譬如像说在气形啊 或者是文式上面啊 有没有代表什么样的时代的意义 跟它的变化是在哪里啊 这个陶瓷历经几千年的发展 变化非常多 刚开始是新石器时代的彩陶 到了商周时代出现了白陶黑陶 还有灰陶 到了东汉的时候出现了瓷器 这个瓷器早期 它是很粗陋的东西 就是上了一层又 那个又黄黄绿绿的 而且斑斑波波的 不是很整齐 看起来不是那么精致 那叫原始瓷器 那原始瓷器的发展 到了未经南北朝以后 逐渐成熟 到了唐代就出现了 我们都知道的唐代青瓷 就是大陆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 秘色瓷有14件 那个是在青瓷 从东汉以来到唐代晚期 出现的最高级的青瓷作品 就是那14件东西 秘色瓷 秘密的秘 秘色瓷 那是给唐代皇帝用的 那生产点呢 就是在浙江 所以浙江是中国 青瓷的故乡 就在浙江 未经南北朝以后 到了这个隋唐 因为唐代的丝绸入路很发达 所以西州的很多西域 或中亚西亚的商人 伊斯兰的商人 带来的文化 所以慢慢的 我们可以看到唐朝 有唐山彩 有唐的加油的东西 或者唐代的器物的造型 都跟以前不一样 比较的气派 比较浑圆 比较豪放 比较潇洒 就是因为他受到了西域的冲击 所形成的效果 到了宋代 就像您讲的爱尔乳窑 为什么乳窑变成这个样子 从那个唐代的多彩 一路变成单色的清词佑 为什么 是因为唐代的科举制度以后 很多文人从底层 到了上层社会 到了宋代的时候 整个宋代的观念 是非常尊重文人 所以文人 组长了宋代的美学观念 文化权利 所以他们喜欢的就是 含蓄典雅 或者我们讲的是什么 就是非常简约的东西 他们不喜欢装饰性太强的东西 就形成了所谓的单色幼文化 所以宋朝整个瓷器的主流 是单色的东西 那什么是单色 不是黑的 不是白的 是清词最高级 所以我们看到北宋的 宋徽宗的汝瑶是清词 但这个清词到底是绿的还是蓝的呢 因为中国人蓝绿不分 清绿不分 那一方面也是因为 我们中国瓷器烧出来的清词 它不是绿的也不是蓝的 它是绿中带蓝 而且蓝绿不断的交香变化的 那种像烟雾一样的蓝绿色调 所以您刚刚讲的时候 您看到那个乳窑 你会发现乳窑 它所烧出的那个右色 它是像烟一样的变化 这城市变化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多汁变化 它不是单一的 所以现代很多人买到这个乳窑 是现代仿的 跟古代的那个真正的乳窑 是不能比的 为什么 古代的乳窑所用的材料是天然的 它做错的效果呢 是多层次变化的 那我们现在乳窑 因为材料太好了 太精致了 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单一的 非常单调的东西 你看起来亮亮晶晶的 但是怎么样 它很单调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差别在这里 文人喜欢的东西虽然看起来是简约的 含蓄的 但是它是变化无穷的东西 差别在这里 我们现在喜欢的那些亮晶晶的瓷器 它虽然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它没什么变化 对 宋朝 再来呢 元朝也是瓷器革命的一个时代 元朝它的革命就在于清华 其实清华最早在唐朝就出现了 因为清华它需要用的颜料是孤矿 那孤矿呢 中国那时候本地还没有发现孤矿 所以真正的孤矿是从伊斯兰那边带过来的 就中东地区带过来 靠了商人借由丝绸之路带到中国 然后交给中国的商人去做 因为伊斯兰那个时候它很会做玻璃 那玻璃的蓝玻璃 里面放的就是孤矿料 所以他们有很多孤矿就带到了中国 交给了中国的工匠 中国工匠把它运用在唐山彩或者是唐青花 当然那时候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孤矿 所以它会晕 它会晕散 所以你看唐山彩上面蓝色都是晕开的 它没办法控制 都糊糊的 因为它那个中东地区的孤料 它会很容易晕开的 到了元朝才慢慢的可以控制 所以元朝的时候就发展出 把中东地区的孤矿 跟中国大陆本土所开采的孤矿 把它混在一起 就不会那么晕散 那不会那么晕散 你就可以把它当墨汁一样 去画出人物 花纹 动物 植物就可以画得出来 因为它就不会晕开了 所以元朝在青花上得到了 很大的革命性的成就 那伊斯兰人很高兴就来下订单 所以元代的青花池器 主要是卖给中东的那些贵族皇室 所以这批东西就很贵 因为那没有多少借 那就是最精心的产品 当然也有一批东西是做了卖给东南亚 还有国内自己使用的也有 那个就没有那么好 到了明代就承接着元代的技术 就在景德镇 因为元朝就在景德镇做 所以明朝也在景德镇 清朝也在景德镇 所以景德镇就变成明清 官窑的生产点就在景德镇 老师你应该去过无数次的景德镇吧 景德镇我去过很多次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要跟大家分享的 当然有 我还去考古 因为我这个人是 我不想当一个书呆子 就是只会读书 去找这些文献资料来写文章 因为我总觉得 这个东西是食物的东西 所以我必须去看真的东西 去碰触它 我才会真正了解它 因为这是食物 看理由要并重 所以我也做过几次考古 就是请大陆的学者朋友 带我去窑场 去采集 去考察 还有到他们库房里面 去看真的东西 比如他们从景德镇的玉窑场 挖出来真东西 让我看看 让我碰碰摸摸 让我知道它的感觉是什么 还有它的一些细微的地方 我可以去理解 所以我也是真正去考古过 那有一次 我那个大陆的学生 还开车带我到景德镇去 结果那个窑址 是在树林里面 树林里面 还要过一条河 哇 这么远 结果我跟那个学生讲 因为当时我的脚 有点受伤不舒服 我那个大陆学生跟我讲 老师我背你过河 我记得很清楚 我想不到他这么的认真 他真的把我背过河去 到对岸的摇场 那个是一个宋朝的 刚刚发掘的一个 不是 但是没有人知道的一个摇指 没有人知道 他就背我过去 在那个地方去采集了很多 产片标本 这是我记忆非常深刻的 哇 老师一讲 我都很能想象那个画面 两位对于瓷器这么热爱的人 不管是任何的困难 还是要到树林里面 但是我们很怕里面树林有蛇啊 什么东西 但是就是为了要去参访 那个真正的摇场 不管那么多了 反正都就把那个树枝 剥一剥就进去了 不管了 没有人啊 没有人没有 那个是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是是是 哇 这个秘境 我们也觉得我们 希望也有这个福分 哪一天我们也来去 你不会想去的 真的 好的 好 那其实刚刚话题有点岔开 因为我突然就想到说 景德镇 我相信老师应该也有去过无数次了 你也去过探勘一些挖掘的遗址 对 那刚刚我们讲到明朝 来赶快接起来 我们再回到朝代这个系列 那明朝呢 明朝是这样 因为中国的持续的发展 主要是从单色到多彩 对 因为这是一个人性嘛 是 因为你单色太无聊了 到了这个原青花会产生在元朝 是因为蒙古人啊 他是游牧民族 他本来就没有像宋代的文人那种修养嘛 所以他们比较喜欢装饰性华丽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原青花会诞生在元朝 大家可以知道吗 可以理解吧 到了明朝初期啊 朱元璋建国有恢复汉人的品味 所以永乐宣德的青花 画起来就像画一幅中国水墨画 元代的青花画起来是图案画 可是到了永乐宣德 他又把它恢复到中国的水墨的表现 因为皇帝说你画出来像水墨画 所以他们这个姚公啊 就把那个枯料当做是墨汁一样 画在瓷胚上 烧出来就像一幅水墨画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成就 是明代的一个特色 然后这一路走到成画时期 成画皇帝的时候 姚公开发出一些色彩 新的色彩就加到青花里面 就是所谓的豆彩 对 青花跟上面的右上彩的低温色料 去做搭配就是成画的豆彩 所以成画豆彩非常有名 因为它是起始点 是一个创新 那成画皇帝那个时候的豆彩 一路走到了明代的晚期 就出现了五彩池 就是嘉靖 龙庆 万丽 出现了五彩 色彩缤纷了 那个时候已经进入不一样的时代 欧洲人也进来了 然后日本人也开始学我们的瓷器去做 做出所谓一万里瓷器 对 一万里 因为一万里也是彩色的 它就是跟中国学的 就在明朝的时候跟中国学 学五彩池 然后五彩池就开始竞争 因为要销到国际上去 日本人也跟我们竞争 那外国人就把什么东西带进来呢 把法郎彩带进来 法郎彩 所以在清代的时候 法郎彩就进口进来了 在康熙的时候进来以后 法郎彩就运用在瓷器上面 所以就出现了法郎彩池 法郎彩池 非常的多彩 那法郎彩池跟中国的五彩池比起来 法郎料 是西方人开发出来的 法郎料比较好控制 颜色比较不会变化 所以你要什么颜色 画上去就是什么颜色 它不像中国五彩池 常常烧出来 不容易烧出真正的颜色 所以法郎彩就变成主流 尤其清朝的建国者 他本身是满族 他是个游牧民族 所以他喜欢的东西 也是花花绿绿的东西 所以你看清代的瓷器 也是花花绿绿的 以法郎彩池为主 一路发展到了乾隆 就更花了 因为乾隆 他是清朝最有钱的皇帝 所以他可以大把大把的花钱 他可以做出非常奇妙的瓷器 叫瑶宫 叫这些都陶官 去想尽办法 推成初心 所以乾隆时期的 那个发郎彩池也好 清花也好 是多彩多姿 很漂亮 是个特色 好 老师带着我们 真的已经穿越千年了 一路从彩陶文化 一直讲到清代 那在众多的拍卖会当中 相信老师也看过很多 形形色色精彩陶瓷的拍品 那老师您印象最深刻的 有没有什么陶瓷的拍品 你觉得特别值得分享 让听众朋友 大家多多认识的呢 我想我就举个例子 因为大家比较熟的就是汝瑶 因为汝瑶拍得很贵 他十亿台币以上 对不对 那前几年也陆陆续续拍了几件 因为日本的收藏家早年收的 在这几年也慢慢的释放出来了 所以汝瑶全世界没有几件 据我的统计 大概不超过一百件 所以他又锁在 这些第一流的收藏家的保险库里面 或者是博物馆美术馆里面 所以他在外面市场流动的非常少 几乎没有 所以一出来一定会很多人去抢 所以他的东西会很贵 原因在这边 当然也是因为 它是我们中国陶瓷史上的 钦池的最高峰 钦池的艺术性最高的时候是宋朝 尤其是北宋的汝瑶 而且宋徽宗是汝瑶的推生者 当然在他在位的期间 没有几年 二十多年 所以他真正生产没有几件 是 没有几件 量很少 量很少 那个品质非常的精 对 因为他非常龟毛 你看他的艺术表现 就知道 这个艺术家皇帝本身对艺术是非常懂 而且非常讲究的 所以汝瑶的品馆是非常严格 我们在这个河南的清凉寺 挖出来汝瑶的遗址 就是做给北宋皇帝用的窑场 是 品馆不合格的敲碎的都是非常整齐的埋在水沟里面 埋在一条沟里面 他就是不要让这个产片外流 给民间知道你怎么烧的或者是怎么样的颜色 所以他的品馆跟管制是非常严的 只要一点点不对的敲碎 敲碎就埋在一个固定的坑里面 或者沟里面 他不让你外流的 难怪这么的珍贵 那说实在的 今天非常难得能够邀请到老师 老师您也是鉴定的专家 那我们常常说陶瓷的收藏 真的水很深 我们今天也只能先跟老师聊一个大概了 也让各位听众朋友有一个概念 但是难得邀请您来 要不要分享一下 您在鉴赏陶瓷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要诀 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吗 我想介绍陶瓷 因为中国陶瓷史几千年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具备一定的知识 去了解整个陶瓷史的变化 因为每一个时代的陶瓷 它一定是那个固定时空下的产物 也就是说每一个时代 比如说唐代的陶瓷器 它一定是在唐代的社会背景 跟它的科技背景 物质条件下产生的 所以如果是真的唐朝的东西 它要符合那个时代的各种特色 各种条件才行 它在符合 如果你后面访的 它在怎么访 它不可能完全模仿的一样 因为我们访的人没有办法回到唐朝 去模仿完全一样东西 更何况材料完全已经不一样了 气候也不一样了 我们在当时的姚公座的审美观念 也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模仿的人是不可能 百分之百模仿像的 它一定会有露出马脚的地方 你只要仔细地去鉴赏 一定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要了解它的时代特征 它的背景 它的物质文化 它的科技条件等等 你都要了解 那譬如像说 其实在鉴定方面 我们知道陶瓷 它也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来做鉴定 因为现在大家都想要知道 自己的东西到底是真假 或者是年代在哪里 所以急切地想要用很快速的方式 去用仪器科学 这仪器去检测 但是我跟各位讲 科学仪器是有限的 它是很实板的东西 所以你即使用光谱 仪器测 它只是元素比例而已 但是那个不代表 就一定是真的 而且现代的科学仪器 除了碳14 可以去鉴定一些有机质之外 很多东西是测不出来的 它是有限的 而且碳14的测定年代 它的误差值是很高的 各位要知道这一点 我们中国几千年 事实上在碳14来讲 它是小case 根本很难去测定 第三个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 是拿到外面去做热时光 但是热时光里面有很多盲点 第一个是仪器的问题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你仪器操作者的问题 第三个是什么呢 就是做假的人 可以去因应你仪器所需要的 那个检测部位 他可以做手脚 比如说通常是磁器去做热时光检测的时候 是在底部去采取采样 那底部是老的 你上面不是啊 它完全是底部是老 上面是重新再做的一件啊 所以你抽取底部的土去验 这一点是唐朝的 宋朝的 但问题上面统统不对啊 只有那个底是对的 所以在里面有很多的手脚是可以动的 所以它不见得是可靠的 我看过也有一些人 他会先收集古代陶瓷的一些产片 然后作为它对比的一个标本 这样子是可以来了解说 这个作品陶瓷是不是在那一个年代 或者什么 这样子是一个正确的方法吗 是的 没错 我自己本身就收了很多产片 就是各个咬口的产片 我尽量收集 当然没有办法收到全部 但是尽量 因为我们要学习就是要去知道 真的东西长什么样子 因为你知道真东西 你才能鉴别假东西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 往往不知道真东西的原因 会买到假东西 是因为你不知道真东西的 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在所谓鉴定学的上来讲 有一个原则就是 你一定要找到对的标准件 这个标准件你要先掌握 包括书画也是一样 比如说你现在要去收藏古画 就很困难 因为古画的标准件太少了 很多还是有争议的 但是陶瓷是因为它几千年 几万年前留下来 它还是一样的 所以陶瓷为什么会很多人喜欢收藏 是因为它有一个标准件去依循 而且数量还蛮多的 很多陶瓷遗址还可以捡到这些产片 所以我们可以拿来当依据 去知道说古代的陶瓷 右色应该是怎么样 陶土应该是长怎么样的 它的整个气形应该是 大概的胎的厚度 圈竹怎么做的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所以从这个地方去判断 就是简单讲 鉴定其实一个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你摸着第一块石头 是不会让你跌到河里去的 那很重要 你一步一步都找到对的东西去依循 那你就会走对路 有很多人就是第一步就道听途说 听了一下东讲西讲 网路上东看西看 就走错路了 所以他就越走越歪 买的东西都不对的东西比较多 真的听老师今天三十分钟 胜读十年书 而且摸着石头过河 这个石头老师都帮我们摆好了 感谢老师 最后拍摆会人生故事小领悟 说实在的艺术收藏是一个追求 性灵享受跟知识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乐趣吧 但是因为收藏艺术品往往需要具备很高的文物跟艺术素养 那刚刚三十分钟我们跟老师聊到的很多陶瓷 历史的一些发展 从中间我们可以感受到 其实一流的收藏家 也不一定是最有钱的 应该是最有心来做研究 然后来爱惜 来珍爱您所收藏的陶瓷器 落垂的那一刻 成交的不仅是拍品 也是他们的故事 我是主持人拍卖官游文梅 我是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曾树良 邀请您继续锁定我的Podcast节目 拍卖场的人生故事 感谢您的收听 期待下一次与您空中相遇 拜拜 拜拜 感谢您的收听